《環球時報》有一篇文章 並不是社評 關於為何要嚴格控制邊防 因為現在面對世紀疫情 世界上有兩種做法 一種做法是與病毒共存 這是歐美意識越來越多的東南亞國家都採取這個策略 因為長期封關或閉關鎖國 經濟一潭死水 另一種做法是中國式的做法 要清零和管控出入境 文章作者叫做豆含昌 他是中國很有名的智庫 盤古智庫 一個海外風險研究中心的主任 當然知道這些中國智庫很多程度都是半官方的色彩 就不是一個像民間智庫 但當然也有它的份量 不過看這些文章很特別 新鮮出爐的 凌晨三點多上去 我們都回來剛剛看到它 值得我們參考 剛剛講香港的什麼中港通關等問題 都可以看到很清晰的標題就是中國仍需繼續堅持嚴格的邊控 文章就說中國作為疫情爆發早期國家之一 受疫情影響最小的 因為與採取群體免疫疫病毒共產的國家是不同的 這些國家現在付出慘重的生命健康代價和社會經濟代價 他很清晰地說到現在有些國際國家開放了 大家會問中國何時會放鬆這個邊境管控呢 他說以目前的情況來看 只要國外的疫情不滅 中國就不會放鬆邊境的管控 如果綜合這個考慮經濟、社會、安全、環保等效益 不能發現中國繼續堅持嚴格的邊境管控措施 是有利是多過這個閉署的 跟著他作出一些分析 厲害了 他說你們以為我們這樣封關 設計辦法令到病毒清零 國內的經濟就大件事 不是的 大家看看 沒錯 封關對於境外人員 妄幻中國或者自己的國民出去旅遊 特別當然是說外國遊客去中國 旅遊收益會減少 是的 的確是大減 但是譬如說舉例 在疫情之初2019年的時候 來中國消費是771億美元 這個數字挺厲害的 但是這一批人沒有來 對外來的旅遊收益少了很多很多 但是這一批這樣 是不是可以令到本地的旅遊 自己國內旅遊是好一點呢 他的見論就是中國人沒有自己在國內旅遊 其實我也相信中國人 出外的消費可能也不止700多億 是的 他就說 我們節省這筆錢 就令到所謂的內循環 就會好一點 還有 你們以為我們這樣 會影響到經濟 不是的 看看我們那個 是出現爆炸式的增長 我們的進出口 飛彈是沒有萎縮 而且爆炸式增長 2020年的第一季度影響停滯了 但是接著 整個出口產值升高了很多 不過我也同老總說 不是 他用進出口 不是分開進口和出口 加上這麼大的數字 包括不包括了 答應了 中國答應了美國的中國貿易協議 指定的數額 他標榜是中國在疫情的內循環的功能 旅遊方面 他的數字這樣計算 以後中國人不讓他出口 不讓他出境旅遊 那就賺光了 不是這樣的 糖水滾糖魚 是賺不到錢的 那些是外匯來的 就是流入來的 這方面說出口數字 其實很粗疏的 他有力的數字 不過他最重要 都說到 這就是實情 中國的電子商貿的優勢 在疫情底下 那些習慣制 那些很厲害 所以厲害的頭部 政府要管 這是另一個頭痛的問題 實際上全球來講 國內的電子商貿 中國真是全世界 是穩足牛耳 你知道了 四條一那個 你緊了 你緊了 這麼棍節的消費量 多麼厲害 但我又記得習主席說 就真的要折倒 所以這方面 有一利 有一利又必有一幣 這就是經濟造成了 當然那些龍頭企業 當然是漸進優勢 他網絡也好 順好 接著說到投資情況 這個就比較確實一點 就說到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個中國 對外直接投資的公佈等等 那些投資數字 就是外資流是加速了 主要是中國經濟反彈得最快 全世界很多都一騎死水 很多都湧向中國投資 最後他也說到 在疫情本身的變化 他也有提到一件事 但是我看完這篇文章 我覺得有一件事 他沒有觸及到 就是這個清零這個決定 以及 閉關封關這個決定 是沒有提到政治因素在裏面 我不知道他回避 是不想提的 所以他那篇文章 這個作為智庫 都是從一個很正面 去解讀一下 中國要維持 這個嚴格的 呼應政府的政策 呼應政府的 用很多數字來說明 登在環球時報 亦都希望 對外多一些去看 所以看環球時報的評論 基本上是給外面看的 很多東西給外面看又不同了 這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或者大家有機會上網 可以看整篇文章 接著我們轉頭看看台灣的經濟報 再次說到大陸的限電危機 給台灣上頭貨 其實這個不僅是給台灣上頭貨 香港也很有參考價值 台灣的經濟日報 這一篇文章 首先就說 李克強預告了 今年第三季大陸的經濟 恐怕有多種原因會否回落 其中一樣東西 就是電力供應吃緊 經濟日報這篇社論就說 其實人們經常以灰犀牛事件來形容 怎樣為之灰犀牛 就是有些東西顯而易見 但被視而不見 這種限點 其實當你出現這個缺點的時候 不是在一個很快的黃金時機裏解決 問題還會越來越嚴重 因為燒到台灣那一疊 台灣台商主要集中的昆山地區蘇州 都是受到影響 所以台灣經濟日報 當然跟台商很多的聯繫 都很關心台商的情況 有關限電供電短缺 其實跟去年年體已經出現了一件事 一直這麼多個月來講 其實沒有處理得很好 你再加上其他 跟著來新論幾點的元素 令到今時今日這個限電供電短缺 都成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是很懂得維護保障台商的利益 切身之童 雖然香港很多廠商在內地 都承受限電的輔助生產亭 但是沒有提出的 沒有人提出的 誰敢提出來 提出來就是對奉牆講話 對奉牆講話也好 如果因為你說完之後 被困在牆裡面 豈不是更大件事 你發覺香港的廠商港商 都不敢 憶來順受 台商起碼 經濟日報提出一個問題 就幫你解冊一下 跟著他分析了幾點 今次的限段 其實是幾個因素交集而成的 他說這幾個因素是一個長短期的因素 首先就是 全球都是受到疫情的衝擊 大家都希望提早這個復產復工 但是問題就是 提早這個復產復工 用電量是會水漲船高 開工當然要用電 用電的結果就是 當全世界的工廠 或者以中國大陸來說 各省各市各地的工廠都開工的時候 用電就在吃 但是偏偏就遇上第二個因素 這個是長期的因素 就是大陸實行這個商碳目標的開局之年 能源商控 怎麼說商控呢 就是政府管控之能源的消耗 總量和強度 而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了 在聯合國公開這樣說了 中國要力爭在2030年實現這個炭達峰 和2060年達到炭中和 最大問題中國很多東西是硬指標 這個硬指標 你下面一定要配合這個硬指標 於是出了很多的問題 第三個可能大家都了解到 就是一方面要例行這個節約這個省能省貸 另一方面又要趕出口訂單 是保持著經濟增長的勢頭 正確實是煤價漲了 你發覺這個價格的差距 就令到依賴火力發電佔七成的 中國的電廠來講 就百上不止加斤 百上加淡 那個炭貴了 那個煤貴了 但是電價是受政府控制的 電價不准加 那你作為電廠 我怎樣自負盈規 這樣搞不定 於是不願意提高生產的電率 因為我生產出來會虧本 這是一個硬指令 要補碳中和達到達標 但同時 我又不能迫電廠 虧本去發電 所以他講到台灣需要警惕 台灣現在都要面對這個情況 不過台灣還未到這個爆點 你從內地出現這個供電的危機 影響到那個經濟生產發展 台灣一定要未與籌謀 你電價改革 你很多的發電要減碳 發覺你在灰犀牛未成形之前 你見到的影子 你要處理它 你真正視而不見 去到問題那麼嚴重 你今天中國都很難去收拾 工業危機的殘局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